- 嗨,我是猫猫 - 這期影片來講一下這次新出的合成器 合成器共有三個 飾品,護甲,武器 那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然後我認為這個東西基本上是活不到下一季的 或者是可能會被大改 然後保留等等的 因為他可以用太便宜的成本 做出太多奇形怪狀的裝備 合成器基礎邏輯 先挑基底再挑詞 挑到了基底保留其迷宮附魔 最易 如果挑到了基底非該勢力 不可有該勢力詞 但有些極特殊的例外 下面會解釋 承上 若該詞是勢力詞 但是卻在詞庫裡面是和羅級的 合成器有可能會硬塞給他 8版上有例子 使用勢力詛咒只有28效果的戒指 黏到一般戒指上 成功的話28詛咒戒指上 會被視為絕育的詞 也就是挖礦才能得到的 合成器會在合成的時候 隨機三減詞跟隨機加詞 合成後的物等是把兩個基底 加起來除以2 所以可以弄出90等的暴雪頭 或是把一些物等很糟糕的破裂裝 弄到高物等 如果發生物等變動 而導致某一詞無法上去的話 比如 狩獵者的加一咒要求82物等 合成後低於82等 則會消失 乘上 如果合成後物等過低 有可能會導致某些高梯的裝備被降階 合成本身詞綴就有可能降階跟升階 就算物等有道也可能被降階 雖然視力詞有限制 但是很多裝備不該有的詞能出現 比如說 保護裝能夠上法壓 然後正常裝備能夠出現保護 純利盾能夠出現法壓等等的 一個裝備能超過三個隱匿詞 目前認定只要是同一詞區就應該不能出 可以出現超過兩個破裂詞 跟兩個特定的精髓詞 可以使用已汙染的裝備 但如果調到已汙染的裝為基底 則維持已汙染 也就是說你可以有機率把已汙染的裝備詞 移動到正常的裝備上 或者是把好詞移動到模糊上 或反過來 6L的裝備保留機率更高 因此你可以刻意用這個方式來挑基底 把糟糕基底 但是有好吃的裝備 合成到6L上 但失敗的話 則6L會直接消失 由於一個裝備 不可能有超過三前罪三後罪 根據裝備動畫 它是一條一條加減的 因此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你要黏的時候 一件裝備有三前罪 一件裝備也有三前罪 它先把兩件裝備的前罪都挑滿了 所以接下來的前罪會無條件刪去 因為前罪不可能再放詞了 但也有可能那只是動畫 因為這沒辦法確定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 它有可能只是 隨機挑三個前罪 然後立刻決定 然後跑動畫只是一個畫面而已 如果是的話 則當你要黏一個好看的前罪的時候 你會希望不要有那麼多雜詞 避免挑完之後 把你的好詞無條件刪去 但這一切都只是假設 GG如果不出來說明背後的原理的話 光是測試 根本就不可能知道 好 大概理解上面的邏輯 其實合成器 並沒有什麼高深難理解的地方 看了那麼多的 最後結論 就是 隨機 合成器是一個極度便宜 能夠把一些遺憾裝 做成神裝的東西 但它的 隨機性實在太高了 不只從兩個裝備詞中加減 還會隨機從系統中抽合理的詞 甚至有人去黏密教的物理穿刺趴 到精髓物點上 結果密教穿刺趴不見了 反而出現了物理T1趴 直接變超巨大幅頭等等的 已經有太多的騷操都出現了 像是把持續傷加成黏到視力戒指上 把兩個後綴破裂裝黏起來 就輕鬆直接做複製等級的裝 把神妙死的三個手套 全部黏起來 出現夢幻三抗神妙手 等等的 我就只是演示給你看 真的被限制了 只有你自己的想像力 也有可能你可以把這個 當成花園加視力 把一堆基底一直黏上去疊起來 但總而言之 講那麼多 在黏之前 你需要做什麼步驟呢? 沒有 找到兩個你想要黏的基底 裡面的詞綴 直接黏起來就可以了 你可能會想說 喔要先把前綴清空啊 或是先無效把一些廢詞弄掉 但目前不確定 這樣子 到底會不會增加你想要的詞 該裝備的幾率 我目前測試下還是覺得 不用 而且我還黏出一個三後綴的 盾牌 如果假設兩天裝備都有血量 雖然不能同時出現兩條血 但是他應該是會先挑一詞 再刪減不可能的選項 因此如果有兩個裝備 都有同樣的詞的話 會更容易出現在合成後的裝備 這個還算蠻正常的邏輯了 那我可不可以把3T1前值 黏到3T1後值上 這樣不就必定出好裝嗎? 沒有錯 但是合成器會隨機刪減跟篩詞 篩詞跟刪減的機率其實都蠻高的 所以也沒有講得那麼容易 反而很容易爆死 以上大概就是合成器簡單的介紹 我來講幾個我自己在用的方式 做一個超棒的血量隔回法壓盾牌 首先我們需要法壓但卻不需要閃避 所以我們先找到一個高法壓的盾牌 把它黏到術戒者底的盾牌上面 這個術戒者盾牌先用花圓更多C 骰出格檔回復生命跟格檔回復趴血 術戒者的底盾牌最好為勵志、存力 只要法壓能夠和格檔回復生命 格檔回復趴血一起出現 那盾牌就算是做成功了 接下來就是保後骰更多生命C等等之類的 做一個赦免8L頭 首先我們先找到召喚物傷害集中效應的頭 這種很便宜20C就有了 再隨便找一個尊師頭 在上面點幾孔錯亂精髓 把它們合在一起 如果成功的話 登登 我們做出了一個7L頭 但我們不滿足於此嘛 我們再用剛剛上面沒有點的精髓 隨便再點一個尊師頭 再合成 如果成功的話 就是超輕鬆的做出 集中效應 召喚物傷害 物理額外50%閃電傷害 加30%額外元素傷 的Viral Semental 如果再要求的話 可以再做 加3召喚寶 但加3召喚寶 加召喚物傷害 會再比集中效應貴一點就是了 這個頭基本上 可以完成大部分的遊戲內容的 3.16的肌肉哥就是用這個類似的頭 配合負電甲把所有的荒給秒殺 但我 哇 唉 這個還是不簡單 哇 哇 對我黏不出來 三體用的帝國戰爪 點傷精髓點一個 再點另外一個點傷精髓 合起來 嗯 嗯 就那麼簡單 空前再打另外一個點傷就可以了 超大碎骨用 掃蕩者 拿物點精髓點個掃蕩者 再拿另一把 花圓更多物理C 點的高趴物理掃蕩者 拿來合成 點支配玉用的光環衣服 因為能夠點支配玉的光環衣服 市面上基本上都要兩一起跳 也就是我上一支影片介紹的 我們來嘗試客家自製 用20C買只有單磁光環效果的裝備 再把它黏到另外有一瓶 救贖者的底上 如果黏成功的話 就是至少現賺1.51以上 點破裂用的召喚法杖 把任意出神妙召喚傷5%雙倍傷的法杖 拿去黏召喚法杖 黏成功 直接拿去破裂 或者是擺高架 好啦 這就是這一期的合成器影片 有時候你覺得很棒的合成方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火毛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先放棄下 真的 再放棄下 再放棄下 我也看 就是 非常多 五次 的 偏oli 和 和 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